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日春来说意义非凡 这是他第一场真正意义的个人演唱会 在万秦歌迷的狂热呐喊声中 日春踏上了这个属于他的舞台 李宇春的感动 感动了李宇春 整场演唱会新专集《我的》是绝对主打 李宇春唱着这些完全属于他的歌 兴奋和激动剧情全在歌声中表露 而李宇春的首场许业 又有着非比寻常的春式特色 特色一 唱得多说得少 舞台上的李宇春始终是以唱为本 从登台开始 在艺人演唱了四首歌曲之后 李宇春终于说话了 因为不太偏爱电子一日时分 日春很少带公共场合 李宇春终于上第一张专辑的《宾局物语》 于是他冷不听的冒出的春式语言 引发了全场歌迷的大笑 这首歌 因为被我 被我 被了整整一年 然后今天呢 我要为大家重新唱这首歌 用我自己喜欢的方式 小歌曲 李宇春终于上第一张丝 我尽知如花 让谁停下我自己的 一步期查远才是我家 写成有句话 随他起舞 惊异无声 我用这情谅为你做的 黑色二 造型舞蹈经验全场 除了开场华丽的金色黄厚装 接下来丽与川也先货以四种 钟情刻意的造型亮相 亮眼流露的黑色亮片装 帅气逼人的白马王子装 梦容华贵的宫廷装 特上丽与川为演唱会苦练多余的舞蹈 让国民们是大饱眼福 只剩下丽与音乐 令民更喜欢他那自信道 甚至有点嚣张的舞步 最终三 温馨公益歌曲压轴 演唱会的最后 丽与川选择了一首 有着特别意义的公益歌曲 和你一样 之前其实有想过 在唱最后这一首 意义特别不一样的歌之前呢 要讲一堆话 但是其实最后 没有想出来 因为我觉得 这首歌其实已经不能表达 我所想表达的 和你一样是由春春的歌迷唱作 也被洪十四基金会 选择公益宣传主题歌 一直都热心于慈善事业的李宇处 也用这首感人之声的和你一样 听起了全场最温馨的大合唱 天阳赛 和你一样 在你一样 听着荣耀花的旋律 就像是爱情一样的事 我会遇着感觉不要错了 让我隐藏的一切 是荣耀孤单 就像人